因为落到一楼阳台停放的车辆上 有了缓冲 汪车并没有死 只是由于他下降时候冲力 砸碎车前双玻璃 身体受到大的傻滑伤 面部严重受损 左脚腿又轻微骨裂 然而 这些都是可以治好的 无法治愈的是汪车的手 下降时候 汪车的右手刚好落在一块 竖起的玻璃碎片上 尖锐玻璃 像一把刀子一样 切断他的右手 而左前臂由于伤势严重 而必须切除 汪车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 张小亮不知道 他醒来之后 看到自己光杆似的双手 会有什么反应 他害怕他醒来 怕他说出 是自己将他推下楼的 就算他可以说 自己正当防卫 可是警方问起自己 为什么正当防卫 他能承认 是被妻子发现偷情 而去正当防卫吗 他不敢说 也不能说 自己的社会地位 摆在那里 岳父面对受伤女儿 悲痛万分的样子 摆在那里 他说什么也不能承认 于是 昏着良心 他把事情推到了 书家的身上 都是那个女人不好 一开始就不是自己撞到她的 不知恩图报就算了 还给自己带来这么大的麻烦 书家的脑筋有点问题 而且还不会说话 成了悲愤中 岳父最好的泄焚物件 看着被靠住双手遭警方带走 关押留审的书家 张小亮有点庆幸 有点心虚 一方面担心书家会为自己变白 一方面担心妻子醒来 发现对他最重要的双手霉了 而彻底的陷入疯狂 进而说出是自己推大下楼的 张小亮这几天焦躁忘分 原本戒掉的烟重新捡了起来 提心吊胆的仿佛老了十年 岳父以为他是为女儿病情担心 信誓旦旦说 在女儿审后通过审理严惩犯人 可就是这句话戳中了张小亮的软肋 张小亮一度希望妻子就这样一睡不醒 焦躁着张小亮 瞪着窗户反射的自己 玻璃中男人原本潇洒外表彻底消失 眼睛深深的凹下去 配上这几天来不怎么修理的胡茶 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老头 哪怕一个也好 妻子和书家中间 哪怕就一个 就怕封住一个人的嘴也是好的 自己也会比现在好许多 看着病床上仍旧没有清醒迹象的妻子 张小亮忽然站起来 汪彻现在的生命源就是点滴还有呼吸器 如果拔掉其中任何一个 心脏碰碰跳着 张小亮摸上自己妻子的大臂 由于截肢 汪彻身上的叫针只能扎在他的大臂头上 张小亮摸上针头 张先生 这么晚了你还没回去啊 忽然传来的男生 向了张小亮一跳 猛的向后一退 张小亮一身冷憨 不是开玩笑的 张小亮惊恐的发现 自己刚才那瞬间居然起了杀意 对病床的妻子起了杀意 您照顾妻子 要注意点自己的身体啊 别到时候妻子醒了 自己去倒下了 进入病房的是负责妻子的医师 经过四十年的医师 是本事的权威 自然也是岳父一手拜托的 啊 我没事的 我只是担心呢 担心我亲自醒了之后 无法接受 难难的 张小亮擦着冷汗 他惊异的发现 自己居然用如此冷静的口气 和对方说话 还真是一个大问题啊 听王老说了 令夫人是钢琴家吧 手就是第二生命啊 医生也叹口气 与尽力大为同情 张小亮听到对方说话 没有吭声 对方下面一句话 吸引他的注意力了 不过 你又不要太伤心了 令夫人的手呢 还是有希望恢复的 就像一道曙光照入心里 张小亮腾的站起来 激动的看向医生 现在肢体缺失 主要原因受外伤导致的 长期以来 医学界对于这患者呢 一般是采取安装抑制 或者是四身断肢 在直进行治疗 后者对断肢完整性 和离断时间有严格限制 断肢过于损伤 或者离断超过一定时间 都难以成功 令夫人这样的断肢呢 是过于损伤了 注定 手法运用 四身断肢在直 而采用抑制呢 也达不到他希望的效果 不过现在 有一种新的方法 新的方法 快告诉我 一体抑制 啊 张先生 没听说过这种方法吗 一体抑制 顾名思义就是 用一体 肢体抑制 治疗肢体损失的方法 这是创伤外科 一门新的技术 就像是 器官移植一样 通过测试 可以将健全人的肢体 移植到伤者身上 虽然由于排斥反应呢 有很多失败的例子 可是 通过改进 现在肢体存活率 已经提高很多了 连脸部的一体移植 手术 都成功的先例 前臂相对而言 比较容易了 我通过 一例这样的手术 我做过 那名患者 现在情况 还是非常良好 之前和您说过这些 其实啊 也是告诉您 不要太着急 还是有希望的 当然 这也是 将令夫人 送到我这的 主要原因了 从一开始 她就要求 给女儿实施 这种手术 技术方面 我们没问题 是苦于 最重要的 断织供体 不好找啊 医生说着 说到最后 便寻不到 肢体来源的时候 放在叹了口气 我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等待 合适的供体出现了 别着急 我已经和室内 所有医院联系过了 如果有 合适的供体出现 我们马上呢 会通知的 医生 什么是 合适供体啊 脑子里 忽然闪过的念头 击中了 张小亮的心 抓住医生的双手 张小亮 祸切地问着 啊 原则上啊 首先供体 要脑死亡 然后呢 还要供体本人 或家属的同意 听着医生的介绍 一个大胆的念头 在张小亮心里 逐渐成心 第二天 一名 因为伤人 被收件的女子 在牢房厮杀 而被医院 抢救的消息 作为一条 小小新闻 蹬在报纸 不起眼的角落之中 岳父果然神通广大 第四天下午 张小亮 就被告知 合适供体出现了 是一名年轻女子 为行死杀的 下午三点时候啊 被送到 隔壁区的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 父母同意之后 决定 将双手 捐献给张太太 医生笑眯眯的 统治张小亮 于是 十来名全市 顶级医师 一起进入手势室 经过六十 经过十六个小时的手术 张小亮 被告知 手术 冲步成功 目前呢 已经是 对接上了 由于血型符合手术 相当顺利 可是再符合的供体 也不能保证排斥反应 不会发生 所以呢 还需要继续观察 对了 病人原本在昏迷状态 加上我们使用了相当的麻醉剂 所以病人的清醒呢 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那样也好 如果顺利的话呢 到时候手能长好 病人也省得清醒 面对自己手臂受伤的事实 呃 是吗 啊 那样啊 真是太感谢您了 嘴里说着 张小亮擦擦额头冷憨 汪彻 在四个月之后的某个傍晚 醒了过来 护士告诉张小亮 汪彻又醒来迹象 张小亮第一个 冲到妻子的床前 你终于醒了 张小亮激动的心情 完全传达不到妻子心里 他看着妻子疑惑的皱了皱眉 然后抬起胳膊 想将自己挥开 随即便拆得啊了一声 张小亮不知道 他为什么 啊 也为什么惊讶 可是随后他想到了 可是妻子能抬起胳膊这件事情 让他惊喜不已 医生 你看 他胳膊能动了 张小亮呼喊着医生 对方随即上前 为汪彻检查 嗯 太不可思议了 这么快就 看着汪彻对于自己 和医生的对话 不断皱眉的困惑表情 张小亮笑着解释 啊 你胳膊受伤了 刚才抬不起来 因为打了石膏 现在 既然能抬胳膊 医生说啊 你的恢复情况非常良好 没关系的 不久啊 你就可以弹钢琴 训言了 汪彻还是皱着眉头 张小亮 只笑着看着妻子 轻轻抚摸妻子 包裹着厚厚石膏的胳膊 得知消息的岳父 随即赶来 接下来是岳父母 抱着女儿痛哭的重头戏 无论是丈夫 还是欢颜 还是抹心的笑泪 汪彻 自尺之中 都没有开口说话 可能是受点刺激了 生态出现一点障碍 慢慢会好的 医生解释着 张小亮和汪家父母 总算是 送了一口气 汪彻却只隔着 父母看向自己丈夫 嘴里同时发出 听不懂寒意的乌液 怕脸上的伤口 还没完全长好 整张脸 使我眼睛弄在外面 眼珠子又大又乌黑 只是没有灵魂 女人嘴里说不出话来 只能见祸飘出 一丝破碎小声乌液 那种专属于 某人的小声乌液 一丝内疚 从心里划过 岳父母的示意之下 张小亮随即咳了咳 伯王啊 你不要担心 医生说呢 你也听到了是不是 说不出话 只是暂时的 你的身体啊 很快会没事的 到时候啊 我带你回家 回我们家 甜甜想妈妈了 然后补充似的 张小亮又加了一句 我也想你了 睡了这么久 还记得自己的事情吗 我告诉你吧 你叫汪彻 今年二十六岁 是想要名气的钢琴家 我们五年前结婚 女儿甜甜 今年四岁了 张小亮只说着 目光直指对上汪彻 仔细观察着 对方的反应 拉着亲子的手 张小亮说得很详细 妻子仿佛真的就忘了 想再度将记忆 输入对方脑中 那样详细说着 旁边护士看着 这样的男子 深深为男子的 深情所感动 旁边表情 一向严肃的岳父 也露出 一丝淡淡的笑意 张小亮低下头 眼泪垂在 妻子打满石膏的手上 看着这样一幕 岳父拉上医生和岳母 一行人 奇奇地离开了病房 听到门响的男子 立刻抬头 脸上没有深情 而是冷静和认真 松开妻子的手 走到门口 向门外打量 观察了一下 确定无人之后 关上门锁 重新回到妻子病床之前 谢谢你没有说 输家 病房里的人 是输家 而不是汪澈 这件事情 除了张小亮自己 大概就只有 眼前这个女人知道了 你给感谢我 让你活下来 如果不是我 你肯定死了 无视病房 禁止西宴的规定 张小亮点燃一支烟 翘起二郎腿 吞云土悟起来 我岳父那个人 急疼女儿的 他不会放过你 他那人是老狐狸 知道靠上法庭 杀不了你 绝对会私下动手 没几天 他绝对会讲个法子 把你弄死在牢里的 所以你应该感谢我 把你弄出监牢 你现在是换一张脸 换一个身份 怎么样 现在的生活 不比你以前的差吧 我给你找了一个 有权有势的老爹 给你一个有名的身份 虽然那个女人的脸呢 没有你原来那张好看 有点可惜 不过 看在有了我这样的一个 喜欢你的丈夫身上 你可以忽略吧 我救了你 应该可以要求报答吧 是不是 我也不用你做什么 老老实实的 什么也别说 就像现在这样 好好扮演汪澈这个身份就好 其他的事情呢 我会慢慢的让你习惯的 张小亮说着 搬过女人的头 女人乌黑的毛子里 没有任何的感情 那种忧生 让张小亮心跳漏了一拍 想起女人原来的脸 张小亮觉得心头有点痒 那个女人是自己的了 虽然用了这种方法 不过以后再想亲热倒是合法了 心里想着 张小亮摸了摸女人的头 这接下来的时间呢 你别说话 安静养病就好了 张小亮说完 离开病房 想起最后看一眼 看到书家呆呆坐在病床的样子 张小亮摸了摸自己鼻子 嘴角扯出一丝淡淡的微笑 自己这招棋 目前看来是走对了